各位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陳玉琳 我今天要講的見證題目是 會怎樣認識上帝 知道會怎樣認識上帝 其實有150歲 上帝怎樣得認識上帝 以我所說一招世間說 整在創造世界以前 他已經在基督中存在 以我而言 十五年在他眼中 成為聖節徒強 這是 詩篇139篇 13節到14節 那詩篇139篇 第一節到第三節 都有他奇妙可惠的作為 所以 上帝在創世紀以前就認識我們了 到了此生 1977年 我26歲以前 一個無神論者 也不管有什麼神 沒有什麼神 只是 平凡的 拼命用功 拼命的玩 1977大學 剛關兵後 到日本神物大學念 土木工程 再工作四年共七年 日本人從教師長 所以我沒有機會 認識一個基督徒 到了1987年 我36歲 到英國威爾斯大學 這次 學生的 在一次 留學生的 新生參會中 遇到一個牧師 Martin Martin 是 魏里教會的 前程牧師 邀我下週日 到他們 教會 我一口就大婚姻了 我第一次念 聖經是 念英文版的 K不太懂 但還是K下去了 在那裡 認識了不少 男女朋友 他們是金髮的 只有我一個人 是黑頭髮 所以走在教會 很容易被認出來 回台灣 到我姊姊叔叔的 教會 沐浴堂 陰太遠了 我就沒有再去 只好在家附近 找教會 真是踏破鐵斜 無密處 都來全部費工夫 我住在大龍西街 過一條馬路 大龍路 其實 台中烈火教會 這兒的弟兄姊妹 都很清潔 美麗 好像一部 六零年代的電影 市區的地平線 The Lost Horizon 那個feel很好 我立刻 感覺 喜歡上了這個教會 來此已經一年多了 我讀過 約爾奧斯汀的 著作六本 Joe Austin 我的Christian & Andy 有些兒也是 Joe Austin的 年紀大了 沒有辦法參加很多活動 請包含 以上是我對正式神的經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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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